苏州旅游真的雷很多吗? 卓振员真的没必要去吗? 有些人要么没文化,要么不会吃 那出来旅游也是多余的 一个个妥妥的巨婴 听懂掌声,同意点赞 大家好,欢迎收看《妙代苏州》 我是苏州老辣 苏州平江户有1亿人 山塘街有1亿人 园林有1亿人 差不多苏州占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了 5亿之前其实发了一个苏州旅游避坑指南 看到的朋友有没有避开 我就不知道了 但这两天看很多的帖子 就发现很多苏州旅游壁垒指南 看之前以为说的是一些景点不好玩 看了之后就发现 咋现在这么多巨婴呢? 所以这期行物是个沉吐槽 有点一,交通问题 苏州人多 电动车乱串 汽车不让行人 老辣就问一句 凭什么让? 苏州古城区是一座古城 但也是一座小城 古城区住了几十万人 旅游计时期 他们要不要生活 要不要买菜做饭 把旅游景点让给游客还不够吗? 电动车乱串 是电动车走到人行道了? 还是游客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呢? 但凡古城区的旅游景点 别说是非机动车道走的人 连机动车道也有游客压马路 在壁垒之前 更需要的是提升自身为数不多的交通意识 麻烦好几期苏州旅游攻略一赛强调古城区 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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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走路走路 咋地?是公共交通 配不上各位王子公主的脚飞要打车? 你在旅游境哪个旅游城是好打车的? 苏州地铁是要向北京在站外排队 还是停阴了呢? 2.住宿问题 酒店又破又贵又超 苏州古城区就那么大 物与稀为贵 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儿 需求上去了 价格还能便宜 再说是苏州园区新区相乘无中的交通不便 还是地铁很远 不要住在古城区 自己怎么做的旅游规划的 这一晚上吵 吵的是苏州人吗? 苏州人有夜生活吗? 古城区八九点就睡觉的居民多的事? 外面熙熙攘攘的 有几个古城区的居民 连我们这种住园区的 现在都不乐意往市区跑 旅游记自己吵吵 观之多城市咯 那武汉、长沙、成都 这种夜生活丰富的城市 不吵吵吗? 1.3.景区问题 你非要去看不懂的景点 你图啥? 苏州古城区几乎每个景点 都在居民区之中 这是苏州对待古迹的态度 是修旧如旧 保留原址 而不是在无人区 深造一个景点出来 说好的 只要烟火器 说不好的 只要旅游很麻烦 还有所谓苏州本地的土著说 卓振园去不去都行 还有网市园、偶园等等可以去 如果浪漫要说 园林就该提价 一欠一张票那种 这种地方是给那种 看得懂的人去的 看不懂的 走马观花 拍两张照 有意义吗? 1.4.饮食问题 你非要在螃蟹还没长成的时候 点个蟹黄面 你不是冤大头谁是 经过阳城湖大闸蟹几十年的努力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螃蟹应该是中秋以后的食材吗? 你非要在五一期间去点个去年冷冻 然后今天五一再解冻的蟹黄面 怪谁咯? 苏式面、苏帮菜 那就是苏州特色 你去一个城市旅游 吃的是特色 不是是否符合你口味的菜市 如果只是以你的口味为标准 这也还是别出门旅游的好 1.5.拍照 非要拍一个汉服旗袍的各位小姐姐 就别介意人多这件事 说实话 我偶尔中某路骨平江路入口 真不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小姐姐 非要穿个汉服和其他拍照 汉服我们且不说 尤其是像旗袍 这种对身材优秀极高的服饰 几个人拍出来能好看的 要么很封城 要么很丫鬟 而且还要在平江路身堂接种 免费请去拍照 我是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挤着这么多人的 你个个的壁雷铁 真心希望 凡是说壁雷的 请务必遵守承诺 以后千万别来苏州旅游了 苏州是一座历史人文古城 苏州古城的街道 园林寺庙 很多都有着七年以上的历史 你指着在拥挤的人群当中 走马观花一两个小时 能玩啥 能玩明白吗 玩一趟苏州 卓振院的萨流鸳鸯厅和 是巴曼陀罗花馆 看明白了吗 逾越极字的文代招文正名的 枫桥叶博碑 看得明白书法吗 平江路的人家境整横 看明白为什么门前是入门后是河了吗 走马观花去个山顶 去个海边 然后来去卓挞 这更加适合你们这些 来苏州还避雷的王子公主们 一个个啥都不是 好 今天老苗就先聊到这 如果你也同意老苗的土壤 记得点赞关注土壤 见三连妙在苏州 妙在苏州 看见三连妙在苏州